这次通胀出现的机会比以前大 这将是接近两三年的影响市场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政府可能被逼要 如果这样的话 对整个投资市场将会像投了一个新水炸弹一样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继续威威和施老板的出现 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有一个话题我觉得所有人无论你有没有做投资都要留意的 就是通胀或者是否真的有超级通胀的来临 因为之前巴菲特在他的股东大会都说 我看到有一个很严重的通胀来临 刚刚在较早前美国公布了4月份的CPI 同比上升就是4.2%比预期高 是刷新了2008年9月以来的高点 中国CPI和PPI都是相相走高的 其中PPI同比上升超过6.8% 飙升到三年半的高位 而CPI虽然是比预期低 但是专家说现在上油原料这样升 其实之后的CPI都不会乐观 是否真的会有超级通胀的来临 以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施老板 事前整个社会或者国际市场 都对通胀调以轻生 认为上次QE只是资产价格上升 就没有引致通胀上升 很多人都是想着没有通胀的 美国才会长期低息 还有联储局也是给了一个创意的讯息 就是说到2023年之前 都不会有加息的机会 不加息的前提就是要没有通胀 一旦有通胀 就要用加息的手段去压止通胀 那变了你说了2023年之前 都不会加息 大家又以为不会有通胀了 我自己认为联储局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 就是一早将那个金融市场的形势 物价上升的机会固定了下来 说得这么死做什么 你以为时间短 由现在2021到2023 计算是两年多三年 它是在2020年已经说的 提前差不多一说就说三四年的预测 谁有这么本事 你叫我预期下个月 我都未必实准 当然联储局掌握的数字是多很多的 但是作为市场机制的信奉者 一定相信市场是会有变数的 有变数才有自由选择 市场一早你控制 你还说是美国 你说大陆就说而已 大陆就计划经济领导可以 美国原来可以三四年的通胀情况 息口情况由联储局自把自为定了 市场用来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它这个错误 就会害死整个市场 今年股市这么波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息口上升 本来息口很低的 突然间债券的知息率上升 就是说市场不太好 听联储局之笔 你说不升 我就觉得要升 所以市场要升 其实已经送了一个讯号给我们 省定一下 不要以为通胀不来 可能会错的 那为什么可能会错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QE 现在QE是以前的很多倍的 上次和今次根本不可同日而言 就是QE的量是大了 除了量大之外 最大的问题 以前只是 就是一个货币政策 增加货币供应 今次是配合很多财政政策 货币的货币 货币供应 那些钱可能去到银行系统 去到资产价格 普通人拿不得多少 但是在疫情下 他不单只要救企业 他还要救个人 所以派了很多钱 现在派钱给美国人 派到的钱 比失业救济金更多 就是 甚至有些说法是 打工也未必找到那么多 而且维持相当长 特朗普派 然后到拜登派 那些人拿得钱 就会花的 拿得钱花 那就连消费物价 都会上升 所以这次是要搞清楚 是有财政政策的 不只是货币政策 那另外呢 以前 为什么没有通胀呢 很靠中国的廉价物品 供应 现在美国 和欧洲的国家 都想抵制中国的产品 美国已经开始了收很多关税 收关税 可以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你收了关税之后 生产者一加了税之后 发觉卖不出 被逼要减价 另一个情况呢 就是 生产者不减价 你加完我的关税 你就自己 美国人自己承担 我的产品 你不爱 我卖去欧洲 我卖去亚洲 非洲 现在中国的情况呢 就是中国的产品 本身的性价比较高呢 你不买 还有其他人买 那结果呢 加关税的成效呢 就美国人自己 大部分要接近 那变了呢 就 那个物价 就会上升了 那另外呢 就是 疫情下 很多地方 都不能恢复生产了 不能恢复生产呢 那想不买中国货都不行 那结果呢 就是 令到关税那个 要美国人自己承担的 就更加重了 所以 现在呢 美国的物价呢 是有机会上升的 除了股价 其他资产价格之外呢 会反映到物价 一旦反映到物价呢 就会引起 这些人恐惧的 就是 你在投资市场啊 那些 人比较理性一点的 牵涉到物价呢 一旦 形成了群众的恐惧呢 美国即使说 美元有全球的供应 就是供应的价值 责买的力量 如果美国人自己恐惧呢 对那个 通胀 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 这次通胀呢 出现的机会是比以前大 不是美国就一定可以免疫 当物价上升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可能被逼要不断地 增加货币供应和财务正常的支援 令到那个通胀呢 成为连锁反应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将是 接近这两三年的影响市场 一个重要因素 我自己预言 联储局 将会 破了自己的承诺 提前加息 一旦在2023年 不幸的 就是 在2021年下半年 就要收回这个承诺 如果这样的话 对整个投资市场 将会 好像投了一个新水炸弹一样 航空 武栏潜水艇 都受不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明白 你觉得 省会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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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要将投资的 乐观预期 调调低 不是必然实升 以前 升了一段时间 那些 升得多的 其实 已经可能是 升得了 一个市场上 例如 例如 一加息 股市 对回报的要求 就会增加 债的价格 就会下跌 股市的回报也会下跌 就是最近 债券知识率上升 这次债券知识率上升 是伴随着联储局不断继续放定新院 不单止联储局自己这么说 连财长耶伦 都出来放定新院 不用怕 通胀不会来的 政府有足够的手段去控制通胀 好了 遲些如果政府真的要出手去控制通胀的时候 你就给了一个消息社会 不出手控制不住 那接着大家就要看出手 能不能控制得住 可以很大件事 所以就保守一点 明白 多谢施老板